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员CEO和中文教授 但是期间一直没有间断过文学创作 现在我主要是致力于美国中文作家协会工作 那跟大家回顾一下2018你们的成就吧 好的 我们作写很年轻 从2015年成立 但是仅仅四年的时间 我们作写不仅在加州注册 获得联邦政府501C3的资质 而且我们已经有将近40名全美国各地的会员加盟 在这之前 我们有自己的网站出版了文集 那2018年呢 我们在这个作写网站有近600多篇文章 和11部著作的基础上呢 又有八位成员出版了十部书 这是我们2018年的成就 同时呢 还有诗歌 小说 散文等等吧 这些文体呢 也有139部 这个是我们一个创作成果 另外呢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年会一月份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会要做一个有声频道 那在这一年呢 可以说我们不仅把这个有声频道做起来了 而且是非常有成果 也就是说 我们的频道叫旅美作家CWA有声频道 目前呢 我们有八位主播 有六位作协主播和两位嘉宾主播 那我们完成的作品 一个就是我们作协的30万字的文集心旅 这是2017年年底 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那有声频道呢 有声频道也在这个 把这个30万字的作品全部都完成 另外呢 就是我们作协 从2016年开始做这个命题真文 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九期 也就是说 有声频道 三十万字的文集 九期的命题真文 和近二百篇的文章都已经完成 所以呢 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 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 所以说 2019年你们的任务是继续完成这些文集 对 我想2019年呢 第一呢 我们要继续的来做这个有声频道的节目 因为呢 我们有很多的长篇 目前呢 在播出连载四部长篇 那我们还有很多部长篇等待着在播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2019年 我们会继续做这个命题真文 然后很快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到 再出文集的事情了 哦 那太棒了 那2019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 我们争取吧 争取做一些比如说讲座呀 这个名家讲坛的活动 当然这个是需要很多的财力物力 我们会尽量争取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 给这个作协的成员搭建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 来宣传他们的作品 那真是太棒了 那么你到现在 您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Sofa SD的观众朋友们说呢 哦 我想说Sofan真了不起 因为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的一个时代 Sofan能够这样有一个年轻的团队 一直在为社区来做这种宣传的工作 作为我们作协本身就是多次啊 就是属于受益者帮助我们宣传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我也在此呢 令这个新春之祭吧 祝贺大家新春快乐 同时呢 我在这说一下 就是我们1月26号 会有一个就是我们作协的新春联谊会 如果呢我们社区有喜欢文学 热爱文学的人愿意参加的话 请跟我们联系 另外呢就是关注我们作协网站 和我们的旅美作家CWA有声频道 如果在喜马拉雅呢 只要上去点击这个名字 就可以听到我们很多的作品 那简直太棒了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美国作协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 请和李宪博士联系 谢谢 谢谢 谢谢